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要去休假 我要去马来西亚休假 之前就订了马行 因为我觉得一假已经不见了 这么短的时间要有第二假不见 应该不太可能 就几率来讲 心里才这么讲而已 在乌克兰就被打下一假 又是马行 所以我心里就很纳闷 觉得说那还要不要坐马行 心里怪怪的 后来纯英说牧师你要有信心 主还不会把你接走的 什么行都平安 是是是是 长老这么有信心 我就说建筑不要换了 我还是坐马行 那么同时间呢 也是我们印度的团队 要出发往印度去 那之前有一些消息说 印度的治安 印度新的总理 对基督教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意见 他是印度教徒 所以环境有点可怕 那么但是 他们一再跟我们保证是安全的 两边展望会都说 是保证是安全的 他们查过那个区域 所以我们还是出发 就在出发到了印度的期间 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让我们震撼的事情 就是高雄的气暴事件 你知道这一连串的坏消息 让我们眼泪流了又流 心痛了又痛 一连串的坏消息之后 你很害怕 你在听到什么坏消息 你知道你情绪会受到影响 或者你坐飞机 或者你出门 你就会有一些坏的感觉 特别是你如果坐的又是马行 那么我下次不要再坐马行了 我再告诉你们什么原因 总而言之 你看到一连串坏消息 就会开始期待 什么时候会有好消息呢 你知道我们的人生跟历史 往往都是好景不常在 好花不常开 就是一点点的好消息之后 那么很快就过去 接下来就是往往是一连串的坏消息 这好像是人类的历史 这也好像是我们的人生的一种现象 坏消息多了 很怕再听到消息 那到底人生什么时候 才会有一个开始 有一个好消息呢 在坏消息的世界里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好消息从哪里来呢 圣经告诉我们 马可福音一章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请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你知道什么是福音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 福音就是good news 就是好消息 也就是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好消息的起头 什么是起头 起头有开始的意思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 当它有一个好的开始 往往就可以看到 一连串好的结果 如果它是一个坏的开始 它就很困难有一个好的结果 那么什么是叫做起头 也可以说叫做源头 也就是一个事情的源头 如果是好的源头 那么后面就有好的结果 如果那个源头是对的 那么是干净的 是纯洁的 那后面也是干净的 也是纯洁的 现在我喝水 那个水上面都会标示一下 这个水的源头到底是什么 什么阿尔卑斯山 什么雪水融化的 什么山融化的 因为它的源头是非常干净 非常甜美的 所以后面的水也都是什么 干净而甜美的 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 我们人生如果有一个对的开始 如果有一个对的源头 那么是美好的 是好消息 那么后面就会有一连串的好消息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我们人生一切好消息的开始 Amen 所以今天我要来分享 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会是一切好消息的起头呢 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个你要知道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意义是什么 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意义是什么 你知道对你而言 耶稣到底是谁 在我小的时候 耶稣对我来讲 就是洋人的神 我常觉得 为什么要信耶稣 台湾还不够 还没有神吗 有土地公 有城隍庙 有妈祖庙 一大堆的神 你随便信一个都好 你干嘛去信一个外国人的神 台湾又不是没有神可以信 你的卖台 这个背叛祖宗 台湾是没有神是不是 满街都是神 你这么多神 你为什么要信一个洋人的神 这是我过去 我小的时候 我的想法 耶稣对我来讲 是外国人的神 是洋人的神 不此而已 那么慢慢长大 慢慢知道说 耶稣是圣经中所记载的神 这位耶稣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是西方人的神 创造了整个基督教文明 也就是西方文明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耶稣对我来讲是这样 但是耶稣到底对你来讲是谁 其实是关系到我们的一生 是不是能够有好消息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耶稣曾经问这个问题 那么门徒跟随他的三年 有一天在盖撒利亚菲利比 耶稣突然问了门徒说 你们说我人子是谁 结果有很多的答案 门徒们有人说 你是施许约翰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人回答得很厉害 很模糊 你是先知中的一位 这样肯定不会错 但是其实通通都是什么 通通都错 只有彼得回答了一个标准答案 却是一个很疯狂的答案 彼得怎么说呢 彼得说夫子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说你是基督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答案疯狂啊 你要不要试试看 这个答案有多疯狂 你知道 当我们说自我介绍说 这个人他是畅销书的作家 曾经夺过 那么不得讲 这样可以吗 可以接受啊 这个人是台湾的首富 某某某 这样可以接受 这个人是当代伟大的心灵导师 这样可以接受 这个人是很伟大的一个音乐家 台湾非常有名的音乐家 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这我们可以接受 或者说 这个人是补教界的名师 是伟大的老师 非常会教书的名师 这我们也可以接受 但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问你旁边的人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神的儿子 你的反应是怎样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跟你旁边讲说 你知道我是谁 我是神的儿子 你看看他的表情 你说你是神的儿子 你说什么都可以啊 你说你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对我这样说 说牧师 我告诉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说你是谁 我是神的儿子 我怎么说 你是神经病 你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说你是一个艺术家 你可以说你是一个伟大的 甚至是一个道德的典范 像曼德拉 或者像甘地 你可以说你是一个伟大的人 但你怎么样说 都不应当说什么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儿子 是疯狂的事情 这个答案是很疯狂的 但彼得竟然说 耶稣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 你知道耶稣怎么反应 耶稣说 彼得你不是神经病 彼得你是什么 你是有福的 你看马太福音16章16节 耶稣说 彼得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漏的指示你 这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阿们 耶稣的意思是 耶稣的意思是 没有一个人 用我们的头脑跟理性 能够认识 耶稣是神的儿子 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 我是神的儿子 你说没错 你是神的儿子 我肯定你头脑有问题 你头脑有问题 但是彼得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彼得能够指出 耶稣是神的儿子 不是用头脑去理解出来的 乃是耶稣所说的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是我天上的父 所启示你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 能够相信 耶稣是神的儿子呢 不是我们理性中认识的 是神拣选了你 是神把信心给你 是神的启示赏识给你 所以你才能够说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阿们 当你能够理解到 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我们能够得着 从天上来的 神无条件的爱 圣经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那神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把他的独生子 独生子 赏赐给我们 我昨天跟学生说 郭伦哥跟家境姐 非常爱这些学生 在他们家吃吃喝喝 还可以自己打开冰箱 拿东西吃 玩桌游 半夜什么时候想去 八点 九点 十点 又照去不悟 按个门铃就进去 就这样 真的 郭伦哥家境 很爱这些大专的孩子们 这是开放他们的家庭 他们可以拿冰箱的饮料 他们可以在那里 自己有拿桌游来看 他们自己可以放影片 来看他们爱的电影 在那边 躺在沙发上 这样都没有关系 可能冠人跟家境 很爱他们 什么都可以给他们 什么都可以开放给他们 但如果说 把苏小恩给他们 可不可以 门都没有 你知道吗 什么都可以给 但苏伟哲可以给吗 不能给 对我一样 牧师很爱你们 真的要我手机 手机给你 叫我要圣经 圣经给你 要到我家 我家给你住 没关系 什么都可以给你 但是 你如果要我的女儿 门都没有 你知道吗 门都没有 不必讲了 甚至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我女儿不能给你 Amen 你不了解吗 耶稣给出去的 是天父给出去的 不是 不是给什么 衣服手机可见的 天父给出去的 是祂的独生的爱子 Amen 当你能够认识 耶稣是神的儿子 你知道 天父所给出去的 是祂的独生子 在什么时候给我们呢 圣经说 为义人死 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为义人 为人人 那是值得 但是基督是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在我们还抵挡神 在我们还对神有愤怒 在我们还批判神 甚至羞辱神的时候 在两千年前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定死 在十字架上 为了我们的罪 为要拯救我们 哪有这种事 哪有这样爱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神就把 天父就把 耶稣基督 祂的独生爱子 为我们舍命 在十字架上 为了拯救我们 如果你认识 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 神是多么多么的爱我们 没有任何的 其他信仰讲爱的 其他的信仰都不讲爱 儒家讲的是人 讲的是中庸 讲的是和谐 整个恐梦的思想 讲的就是中庸 人和谐 佛家讲的是空 一切都是空 到最后成为涅槃 空空空 儒家最高境界就是空 不是爱 道家也不讲爱 道家讲的是 成仙跟成佛 所以满天神佛 道家就是人 怎么样变成成仙跟成佛 怎么修炼道家 回教不讲爱 一贯道不讲爱 这世界上 没有其他的信仰讲爱 我成长在一个很传统的信仰里 我从小 在我有意识以后 我大概就跟我的祖母 到处去拜 成婚三叩首 早晚一住香 早上拜 晚上拜 傍晚的时候 还要跟我的祖母 我奶奶 到附近的佛堂里面去拜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在小学的时刻 常常傍晚的时候 跟着我奶奶 就到附近的佛堂去拜 先在中间拜 拜完之后拜旁边 旁边就再拜 左边右边这样一直拜 我小的时候 看那些偶像 庙里的偶像 脸都是黑黑的 庙里面也是黑黑的 感觉上人也是黑黑的 所以那个香烟 鸟鸟 上面也是黑的 老实讲 我心里充满了惧怕 这边拜完那边拜 我看走在路上的偶像 七爷八爷 拿渣那些走在路上的东西 脸也是黑黑的 你知道吗 牙齿也是长长的 你知道 你感觉到的不是爱 你感觉到的 你仍然是感觉到害怕 走在路上那些偶像 看起来 你觉得还是怕怕的 它矗立在那里 就是你看到那些石佛 那些艺术品 那些佛像 那些在上面的时候 你看到那边 你还是感觉得冷冷的 你不感受到爱 你感受到害怕 你感受到距离 我觉得当我来到台北 当我第一次 我走进教会的时候 我最深的感触就是 我来到教会 我觉得教会 这是一个好特别的地方 这里有一种feel 这里有一种氛围 是过去 我在庙里面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一种氛围 我说不上这是什么氛围 我感觉到 人们接纳我 我感觉到 人们肯定我 我感觉到 人们欢迎我 所以我坐在会堂里 我听牧师讲道 我非常平安的 很快就睡着了 真的 而且睡得非常的平安 平常睡不好 牧师一讲道 我睡得特好 睡着睡着了 直到聚会结束 有人拍拍我 该醒了 醒了还有爱宴吃 太好了 感谢赞美主 真的 我就在思想 我从来没有在庙里面睡着的 我在庙里面 我睡不着 我从来不会看到 那么什么佛像 什么菩萨 什么七爷八爷 什么哪吒 我想在他怀里睡一觉的 你多少人想在 七爷八爷的面前 睡一觉的 你不会想 即便你在庙里 看到那些和尚或者师父 你也觉得 你不会想要去 想要去拥抱那一些师父 拥抱那些 你给我说 我来了 你知道 常常聚会结束 有些小孩说 牧师就跑过来 你知道吗 或者说 就跑过来找辅导 在教会里很热闹的 你在庙里面不会 我一直在思想 其实你知道 在教会那个氛围是什么 教会那个 很特别那个feel 是什么 是爱 Amen 是爱 是一个爱的氛围 所以你可以在爱的氛围里 你可以听一听 很平安的就睡着了 感谢赞美主 你在庙里面你睡不着 你看看你在那里 你那里敢睡吗 抬起扣来看 好像在看你一样 你知道 你睡不着 所以 其实你会看到一件事情 这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 其他的信仰 说那个神 是爱你的神 没有 来到教会 你第一次发现到 一件事情 神爱你 你知道 当我知道神爱我 对我来讲 人生是好消息的开始 人最深处的渴望是什么 是爱 不论我们的人生 有多少的坏消息 不论这个世界 有多少的坏消息 但我知道一件事情 有一位神 祂是爱我 祂甚至把独生的爱子 因为我舍命 我的生命 在这所有坏消息里面 因为我知道 神是爱我的 这一切都可以变成一个好消息 这世界并不缺乏 伟大的心灵导师 到处都有伟大的心灵导师 这世界也不缺乏 畅销书的作者 因为你看到 一本书就一本书 有很多很伟大的 畅销书的作者 这世界也不缺乏 一个伟大的道德的典范 不管是像曼德拉 不管或是像甘地 这世界不缺乏 这些崇高的道德典范 但我要这么说 这些道德的典范 畅销书的作家 心灵的导师 他们没有爱你的 他们叫你买你的书 可以的 他们不会像耶稣说 来跟从我 他们不要你跟从他的 你跟从他 他吓死了 他们说你来买我的书 可以 来听我的讲座 可以 让我辅导可以 要收费的 他们并不爱你 他们可能爱他们的理想 他们可能爱他们的梦想 他们可能爱他们的著作 他们有很好的思想 但我必须这么说 他们不爱你 他们不会为你舍命的 耶稣不是心灵的导师 耶稣不是伟大的教师 耶稣不是什么 畅销书的作家 他甚至一本书都没有留下来 但耶稣有一个 很超自然的一个名字 他是神的儿子 阿们 他是神的儿子 因此 当你从信心去相信 耶稣他是神的儿子 天父把耶稣赏赐给我们 为我们舍命的时候 为我们流出宝血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所有坏消息的 孤单的世界里 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神爱你 阿们 而且无条件地爱你 哈利路亚 这是我们人生 第一个好消息的源头就是 你知道在坏消息的世界里 有一位神 他爱你 当你知道神爱你的时候 在你的人生当中 会产生一个无比的力量 你可以为神而活 为爱你的神而活 的人生开始有好消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耶稣是基督的意义 你知道耶稣这个名字 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名字 所以有叫做巴耶稣 你知道 圣经有讲到巴耶稣 所以有什么 黄耶稣 所以有什么 也有张耶稣 所以有什么 也有犯耶稣 刘耶稣 到处都是耶稣 这个是很通俗的名字 耶稣这个字就是救主的意思 叫约苏亚 旧约叫约苏亚 但是基督就不同了 如果耶稣是基督 那就是今天动地了 你知道为什么基督不一样 基督这个字 就是弥赛亚的意思 所有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的心中有一个盼望 就是以赛亚书61章 一到世界里 那里讲到一个弥赛亚的 弥赛亚的一个预言 就是有一位基督 有一位弥赛亚 有一位受高者 将来要来拯救以色列 所以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现今的以色列都还在等谁 都还在等弥赛亚 他们认为弥赛亚还没有来 因为他们拒绝承认 耶稣是弥赛亚 拒绝承认 耶稣就是那个基督 但是你看到 很震撼的是 在耶稣的服事的一开始 我们说路加福音第4章16到21节 就是耶稣的服事宣言 有时耶稣在开始 公开的服事的时候 他进入到会堂 这是他的宣告一个 耶稣的开始服事的服事宣言 他进到会堂里 他告诉所有的人说 打开圣经 打开以色亚书61章1到4节 然后叫大家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耶稣的服事宣言 一起来读 所有犹太人 他们都知道 耶稣书61章1到4节 就是圣经中所应许的 有一天 那要来的弥赛亚 那位被恩高的救主 要拯救他们的救主 耶稣拿起这段经文 读完之后 大家定睛看他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你到底怎么样解释这段经文 耶稣说了一句震撼人的话 他说什么 这经如今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吓不吓人 意思是什么 耶稣就是什么 耶稣就是弥赛亚 耶稣就是基督 所有人很震撼 你这话不能随便乱讲的 耶稣是基督 不能乱讲的 你读这段经说 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意思就是什么 耶稣就是什么 基督 耶稣就是救主 耶稣就是你们等候中的弥赛亚 接下来 耶稣就开始 依制一个大麻风的 依制彼得的岳母 依制那个贪子 依制那个贪子 依制血肉的妇人 依制巴迪迈 依制格拉圣人 叫拿英臣的寡妇的儿子 死而复活 耶稣开始他的时工 你知道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 你要知道我是谁吗 第一个 你要知道我所说的话 当你说你是神的儿子 你要注意耶稣所说的话 第二个 要看什么 耶稣所做的事 你就可以验证 两个印证 其实认识一个人也是这样 对不对 他说的话 对不对 他做的什么 是 就这样子 耶稣的教训 一直到今天 仍然是震撼人心 改变人心 耶稣的教训 到今天 还是叫许多人非常震惊的 第二个 耶稣所做的事 两千年来 耶稣依然不断地在做事 医治疾病 释放被压制的人 帮助贫穷的人 耶稣仍然做事 直到如今 两千年过去了 我肯定 耶稣不是神经病 Amen 我肯定 耶稣是神的儿子 Hallelujah 否则我们坐在这里 都是神经病 两千年过去了 耶稣说的话 依然充满了奇妙 充满了神的能力 耶稣所做的事 仍然继续在做 你知道这群人 当你相信 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贫穷的人有救了 因为耶稣要 传好修习给贫穷的人 被掳的有救了 因为耶稣说 要叫被掳的得到释放 瞎眼的人有救了 因为耶稣说 要医治那瞎眼的人 被医治的人有救了 因为耶稣说 要叫被压制的人 得到自由 欠债的人有救了 因为耶稣说 要赦免他们一切的债务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当你用信心来相信 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耶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 那是你人生的 好消息的开始 大麻疯 长大麻疯的人 他听见 耶稣说 他是基督 长大麻疯的 如果耶稣是基督 耶稣一定能够 医治我的大麻疯 所以他跑去找耶稣 求耶稣医治他的大麻疯 耶稣为长大麻疯的祷告 大麻疯得到医治 阿们 大麻疯的人生 有多么的绝望 那是一个羞耻的疾病 那是一个没有救的疾病 那是一个被科学 那是一个绝望的人生 他听到耶稣宣称 他是基督的时候 他跑去找基督 因为如果耶稣是基督 他一定能够医治我的疾病 阿们 大麻疯得到医治 我相信贪子听见 贪子贪在床上 不知道多少年了 他听见耶稣是基督 他听见一个大麻疯的 相信耶稣是基督 去找耶稣得到医治 我相信那个贪子 在绝望的里面 耶稣对他是个好消息 如果有一天耶稣来到我的城里 我一定要去找耶稣的 耶稣一定能够让我站立起来 所以他要四个朋友跟他一起 无论如何突破人墙 把房顶都拆了 他要把这个贪子 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求耶稣基督医治他 贪子得到医治 然后他们听见 血肉的妇人也听见了 血肉的妇人听见 耶稣是基督 那位弥赛亚来了 他医治好了贪子 他医治好了大麻疯的 那个血肉的妇人 十二年来 花尽了所有的钱 在医生的手里 并不能够医好 血肉对一个妇人来讲 是不洁净的 他不能够服侍 他不能够靠近他的家人 他是一个被隔离 是一个被拒绝 是一个整个被社会拒绝的人 他的人生是黑暗的 但是耶稣基督对他是好消息 所以他听到耶稣来他的城里的时候 他不管如何 无论如何 他一定要摸到耶稣 因为他心里想 如果能够摸到耶稣的时候 我的血肉的疾病可以好起来 耶稣对他是好消息 他挤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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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到那里 他摸到了耶稣 立刻灾病就好了 耶稣说谁摸我 摸徒说摸你的人很多 耶稣说不 有一个人相信耶稣是基督的 他伸出信心的手来摸我 他得到医治了 妇人出来承认是我 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 他说妇人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巴迪迈是个瞎子 住在耶利哥 巴迪迈大概有四十岁了 大概他从小不知道怎么样就是瞎眼的 每一天 每一天 或许他的家人 把巴迪迈带到耶利哥的城门口 就把他丢在那里 给他一个碗工 他就开始做一个乞丐的生活 一个瞎子 变成一个乞丐 每天在那里过乞讨的生活 那是一个绝望的 那是一个没有未来的 那是一个过一天算一天 是一个痛苦的人生 瞎子巴迪迈 是一个热色一样的人生 有一天他听见耶稣是基督 他心里所渴望那位基督 那位救主来到我们中间 血肉夫人得到医治 大麻风得到医治 贪子得到医治 巴迪迈心里开始有一个盼望 耶稣基督是我认真的好消息 如果有一天他来到耶利哥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放过耶稣 我相信耶稣可以医治我的眼睛 有一天他听见耶稣来到耶利哥 有很多很吵杂的声音 虽然他看不见 但是他知道耶稣来到耶利哥 来到他的附近 巴迪迈大声地喊说 大卫的子孙啊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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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 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的意思 所有犹太人听得懂 当我们喊大卫的子孙的时候 讲的就是弥赛亚来了 旁边人说巴迪迈不要吵 你又不是什么艺术家 你又不是什么第一名 你又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人 你随便乱喊 耶稣不会为你停下来的 你只是个乞丐 住口不要喊 可是对巴迪迈来讲 但是他人生的好消息 耶稣终于来到耶利哥 我怎么能够错过我人生改变的机会呢 别人叫他不要喊 他越是大声地喊 大卫的子孙啊救我 大卫的子孙啊救我 耶稣听见了 因为耶稣听见一个瞎子 喊着大卫的子孙 是因为他相信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弥赛亚 耶稣为一个乞丐停下脚步 他来到巴迪迈的面前 他问巴迪迈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既然说我是弥赛亚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说 如果耶稣今天这样问你 你要怎么回答 如果耶稣今天问你 你要这样回答 要好好回答 耶稣那时候搞不好 过了耶利哥就不再回来了 搞不好就没有第二次机会 说耶稣问你这个问题 要好好回答 巴迪迈非常有信心 他说什么 他说我要能看见 阿们 一个瞎眼可能瞎了四十年的人 他竟然说我要能什么 看见 耶稣让他能看见 他瞎眼得到一致 圣经说他就跟随了耶稣 那一天对巴迪迈而言 耶稣基督是他生命好消息的源头 阿们 哥拉森人 身上都是锁链 电动玩具的锁链 酒精的锁链 色情的锁链 一大堆的锁链 白天衣冠楚楚 到了晚上住在坟墓里 住在黑暗里打电动 堵拨 没有人敢靠近他 他跟个吃味一样 没有人可以抓得住他 靠近他 被他铁链打伤 这个人是非常孤单的 这个人是自己伤害自己的 这个人是活在黑暗里 没有希望的 住在坟营里面 耶稣来到耶利哥 朝着坟营的方向走 因为他知道 在哥拉森这里住着一个人 是一个被铁链给折磨 自己折磨自己 是一个非常孤单 心里充满苦毒 愤怒 被捆绑的人 一个没有人敢靠近的人 是这样孤独的人 耶稣来到格拉森 又来寻找这些被捆绑的人 耶稣赶出他身上所有的鬼 格拉森人得到自由 格拉森人人生有了新的开始 对格拉森人来讲 那一天是耶稣基督 是他一切好消息的开始 对所有绝望的人来讲 耶稣基督总是个好消息 赵雍基牧师17岁的时候 他被传染到肺结咳 那是差不多57年前的事情 50几年前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 当你感染到肺结咳 你就是等于是绝症 因为肺结咳会传染 所以17岁的赵雍基牧师 他那个时候是个佛教徒 所以他就被关在 被隔离在一个小小的 破烂的房间里 在那里等死 医生已经放弃他了 家人已经放弃他了 没有人敢去看他 这个17岁的青少年 是一个佛教徒 他的人生是何等的绝望 只是等死而已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小女孩 突然敲他的门 进到他的病床的旁边 给他一本圣经 告诉他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你的救主 要带领他信耶稣 那个小女孩 给他一本圣经就离开了 赵牧师打开圣经 那是新约圣经 就开始看四福音 他看到耶稣 在四福音所做的 他医治病人 他医治大麻疯的 甚至叫死人复活 他医治血肉症的 他叫瞎子看见 赵牧师越看四福音里面 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心里面开始拦极一个盼望 耶稣是他生命中的救主 如果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 如果耶稣能够医治虾子 如果耶稣能够医治大麻疯的 耶稣也一定能够医治肺疾壳 阿们 这个十七岁的青年人 他就读四福音 一直读 看到耶稣的故事 心里面开始有希望 心里面开始有盼望 神医治了他 所以赵勇基牧师的回忆录里面 希望牧会四十年里面 他永远传讲 耶稣是医治疾病的主 你要了解 他十七岁 他曾经面临怎样的绝望 你要了解 一个被放弃的病人 一个没有希望的年轻人 生命是何等的绝望 而他就是看了 福音里面 耶稣所做的事情 他心里就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 所以他得到医治以后 他去念神学院 他成为一个牧师 他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阿们 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世界的救主 耶稣是每一个人生的救主 对每一个绝望的人而言 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 是你人生好消息的起头 对你而言 耶稣是谁 当你用信心宣告 耶稣是神的儿子 你就经历到神无条件的爱 神爱你 神为你舍命 神不只是爱你 而且祂也是你的救主 祂以祂的大能来医治你 释放你 赦免你的罪 拯救脱离压制贫穷 耶稣要帮助你还清所有的债务 耶稣要帮助你脱离贫穷的生活 耶稣要带领你脱离一切罪恶的瑕疵 耶稣基督是你人生的好消息 我在我没有信主以前 我的人生从来没有好消息 不管我成长的环境 或者我考试放榜 都没有好消息 谈恋爱也都没有好消息 只敢暗恋 也不敢真的追人家 都是坏消息 一直以来我的人生没有好消息 我到28岁的时候 我的人生 我真的看未来是完全看不清楚 对自己绝望 对环境绝望 是一个已经来到一个 自暴自欺的一个光景 我人生没有任何的希望 在我28岁的时候 我也不敢期待 我的人生会有什么好消息 真的不敢期待 可是那个时候 我大学同学跟我传福音 他说 郑华 你要不要来信耶稣 耶稣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我什么都不怕 信耶稣还会害怕吗 我只关心的是 那我信了耶稣以后 可以继续打牌 喝酒 跳舞吧 过那种 罪恶重的生活吗 我就问他 他说 你先不要讲这个 先信耶稣再说 这样子 无所谓吗 好 那我就信 所以我就跟他来到教会 当我来到教会 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里的人欢迎我 我只要稍微努力参加小组 小徒长都把我当宝一样 我什么都没做 你知道吗 然后只要好好的努力 稍微服侍一下而已 积极服侍一下 很多姐妹都来问候我 从来没有那么多姐妹关心过我 真的 我在教会里 我换了一批的朋友 换了一整批的朋友 那些胡旋狗挡 那些的酒友 独友 牌友 通通都不见了 我重新换了一批新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在教会可以结交 这么多的好朋友 真的 我的人生开始有好消息 然后我开始祷告 我去挑战那不可能的事情 我去梦想 从前不敢梦想的事情 上帝带领我进入 完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 带领我进入证券公司 那个年代里面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以我的学历 以我的分数 以我的操信 都不可能 但神给我意外的好消息 阿们 那是我人生第一个好消息 我竟然可以进到这样的公司里面去赚钱 后来我发现 我可以服侍 我可以当小组长 我可以服侍其他人 我的人生是有用的 这是我人生第二个好消息 我第三个好消息是 有一天我要进入到神学院念书的时候 张牧师问我说 你要进神学院了 要预备好你的婚姻 我说不用 我要全新的服侍主 全然的卫主 不要再谈恋爱了 牧师说 你还是要有一个妻子 这样你服侍比较方便 你是个弟兄 我就想一想 那也是 我就祷告 在新加坡的海边 神打开我的眼睛 看到范利娟传道 我那时候想说 可能吗 我长这样 又是实习传道 人家是传道人 我高攀不上 我祷告祷告两个月 再去跟李嘉仙牧师说 李哥 我到现在还记得李哥的眼神 李哥的眼神突然亮起来 然后素其一个牧师说 振华 你好眼光 他也愿意跟我交往 事就这样成了 感谢神 那是我人生中一个意外的好消息 结婚我们五年中间 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服侍很辛苦 玩得也很畅快 五年的时间 我们到处去服侍完以后 在圣诞节以后 很快乐 五年以后 很意外的 神给我们一个孩子 完全没有想到 长得不像我 也不像师母 我们两个的优点结合起来 很多人这样告诉我 那是我人生 另外一个意外的好消息 Amen 神给我一个孩子 2003年 神新店拆派我来板桥 这样子所以开拓教会 神给我一串很棒的童工 从各处拆来很棒的童工 我们一起童工 一起努力 建立江子翠新大会 那是完全没有想象到的 人生 其实从那个时刻开始 我的人生 从那时候开始 一连串意外的好消息 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从来从来没有想过的 这一次 我坐飞机也是坐马航 他们说你要有信心 所以纯英说你要有信心 主还没有把你接走 马航没有OK 什么航都安全 我就坐了 哇 好可怕 真的是可怕 降落咣咣咣咣咣咣 然后他们又跑去印度 所以然后又高雄又气宝 可是我一到那边 上帝帮我们安排一个 姐妹帮我们安排一个 五星级的饭店 很赞 我在里面住得很好 姐妹跟我说 牧师你不用预备钱 我帮你预备的钱 可以提供你shopping 我都是马币 所以我美金都不用换 马币 我说哎呦 不错 还有让我们 给我们奉献 让我去花钱 我就去把它花花花 都把它花光 然后呢 很有趣 我平常也不太打卡 你知道吗 不太打卡的人 我去哪里不太打卡 Facebook 我不太报道的人 那么那天在纯英的姐姐家 就想说 难得来休假打个卡 好了 看看会怎么样 一打卡 没想到 第二天就有人 马上就有人觅我说 牧师你在吉隆坡 我说是啊 我就在你的附近 明天跟你一起吃饭 好不好 我想这弟兄 在台湾都没机会 跟他吃饭 你知道吗 在马来西亚 约我们吃饭 那一非吃不可 对吧 师母就一定要跟他吃饭 你知道吗 就赶快联络一下 安排一下 第二天 其实我们去双塔 吉隆坡双塔吃饭 吃得很开心 好消息 那么吃完之后呢 姐妹跟我说 牧师我们要回台湾了 钱都没有花完 给你花 感谢赞美主 钱花完又有人给我 钱要给我花 又赶快在双塔里 偷偷把它花完 感谢赞美主 花得很开心 感谢主 买了好多衣服 感谢赞美主 你知道 在一切坏消息的里面 有好消息 每天晚上就LINE 跟印度的团队 在影像里 在LINE里面 报平安 他们在印度 好开心 好嗨 没有一个人生病 没有一个人拉肚子 没有一个人不开心 我每天都很嗨好 嗨好嗨 看他们的Facebook LINE给我的信息 非常的平安 我心里很快乐 看他们平安地回到台北 这世界充满了坏消息 我们在一片坏消息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让我看见 神爱我 阿们 为我预备享受所有的一切 在一片坏消息里面 神让我惊艳到上帝给我意外的好消息 Hallelujah 我们的人生 如果你往世界里头看 坏消息一连串 可是在坏消息的世界里 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也看到那是一切好消息的乞讨 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来祷告 我们预备心来唱第三首的诗歌 第四首 对不起 没有人能与你相比 主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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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深深爱我 唯有你是全能成神 回应我内心的呼喊 没有人能与你相比 主耶税 主耶税 你何等爱我 主耶税 你何等爱我 主耶税 政府耶税 我恢复我生命 祝我真相信 你请表达人 你却能双手 更新我生命 祝我真相信 你满有能力 你却能双手 祝福我生命 祝我真相信 你请表达人 你却能双手 更新我生命 祝我真相信 你满有能力 你却能双手 祝福我生命 在这个世界里每一天都充满的坏消息 好消息 总是稍纵即逝 好景总是不常在 如果我们往这个世界里面看 你怎么看 都不会看到真正的好消息 可是当我们用信心去相信 耶稣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他是神的儿子 他为我们生命 他是我们生命中的救助 要带领我们脱离贫穷 脱离压制 要帮助我们脱离过去一切的罪恶 他是被恩告的 他是密赛亚 他是大有能力的 他是你人生的救助 当你有了耶稣 基督的人生就有救了 阿们 用信心去相信 如果今天耶稣在这里 好像问你跟巴迪迈的虾子一样说 巴迪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今天早上也会怎么回答 很多时候人们来到教会 把耶稣当做一个心灵的寄托 信耶稣很好啊 他是个心灵寄托 但我能够心理很平静 信耶稣的孩子不会变坏啊 我让我的孩子来到教会 在教会长大就比较不容易变坏 你只是要这样子而已吗 耶稣的教训很好 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 我觉得读圣经有些我认同 有些我不认同 但是基本上他都不错 宗教就是劝人为善嘛 教会做很多善事 我来到这里还不错 如果耶稣问巴迪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巴迪迈说 耶稣你是很棒的心灵寄托 可以提高我的气质 那一天你就回答了 如果巴迪迈回答说 耶稣你不错 你留下来的圣经是很好的道德教训 可以提高我们的气质 信耶稣的孩子不会变坏 如此而已 巴迪迈瞎了四十年 巴迪迈的人生过得跟乞丐一样 巴迪迈因为瞎眼 看不见他的未来 看不见他的前途 他孤独 他贫穷 他羞耻 他被人抬到城门口 好像一个羞耻 一个世代里面 一个乞丐一样过伤 巴迪迈知道 他人生的悲剧 是因为他看不见 他是个虾子 他向神大大的张口 他说耶稣我要能看见 阿们 我要能看见 阿们 他得到一致 如果耶稣只是个心灵的寄托 我们付太高的代价了 如果耶稣只是让我们的孩子 不会变坏 我们真的付太多的代价了 应该去拉客户才对 做生意才对 不值得你这样 如果他只是个心灵的寄托而已的话 不 他是你的教主 他是神的儿子 这世界不缺乏道德的教训 这世界不缺乏那些伟大的教师 这世界也不缺乏 崇高的道德典范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是我们人生的救助 阿们 好好把你的手放在身上 如果耶稣今天问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请你不要说我要一个男朋友 女朋友 我要一只手机 我要心里的寄托 我告诉耶稣 你是你所要的 他是你生命的救助 阿们 我数到三的时候 让我们跟神祷告好吗 跟神来祷告 一 二 三 同声地开口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好像八题们一样我要说 说让我能看见 让我能够看见我的命定 让我能够看见 上帝啊你在我生命中的计划 让我能够看见台湾的复兴 让我能够看到华人的复兴 主 让我能够看见台湾的未来 主 耶稣我想你来祷告 主 耶稣我恳求你 祝福我的弟兄姊妹们 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主 阿今天早上 所有瞎眼的都要看见 所有确确的都要行走 主 阿所有贫穷的都要变富足 主 阿让我们能够看到 主 耶稣我恳求你 主 阿求你祝福今天早上 他应该像你所做的真诚的祷告 好像大欧好像 好像把你买得不很一样 大卫的子孙啊来拯救 就我们脱离在一切债务里面 要得到自由 就我们在一切下眼的里面 要能够看见 就我们在一切绝望的里面 要看到希望 主 阿恳求你 主 今天早上 主 阿让我们向你大大的来张口 耶稣阿大卫的子孙啊来救我们 来医治我们 来恢复我们 叫所有被压制的得到自由 主 阿叫所有所有所有贫穷的 能够得到富足 叫所有软弱的能够变成刚强 那所有没有梦想的人 那所有破坏的人 因为耶稣同心找回他们的梦想 耶稣阿他们要可以歌唱 他们要可以敬拜 上帝我们仰望 主 阿我们要能看见 我们要能够看见 看见我们的未来 看见我们的盼望 看见我们的希望 主 阿我们要能够看见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 第二件事情我有一个邀请 我想邀请我们中间所有 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这是一个机会 好像耶稣突然经过 僵死催行道会一样 祂对你有一个邀请 如果你的人生跟我一样 在我过去信主以前 真的 真的没有好消息 我真的想不到我生命中 有什么好意外的好消息 让我人生可以兴奋和快乐的 常常倒是有很多意外的坏消息 而且常常是一连串 到后面我都觉得害怕了 到后面我都绝望了 已经不敢期待 人生有什么意外的好消息 但是今天早上你有一个机会 你学习到在这世界上 在你的人生里面 所有好消息的源头是耶稣基督 祂是神的儿子 祂是你人生的教主 我们不必这个期待 会有一连串的 世界会有一连串的好消息 但是我们可以期待 在所有坏消息的世界里 你的人生可以有一连串的好消息 不是从世界来的 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当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当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教主 就像我这次去马来西亚一样 在一切坏消息里面 我感受到神爱我 我感受到神保守我 我感受到不管是印度的团队 我在马来西亚休假的时候 我感受到神的爱 丰丰富富的为我同在 在充满坏消息的世界里面 我满有平安 在坏消息里 我的人生里面 有耶稣基督预备的意外的好消息 阿们 这所有的源头 不是从世界来的 这所有的源头 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你需要的是信心 耶稣说彼得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漏的指示你的 不是人教导我们的 是天上的父说指示你的 彼得用信心来相信 人生就改变了 今天早上你需要的是信心 阿们 你不是用头脑来相信耶稣 用信心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若是神的儿子 祂是你的救主 你的人生有救了 你们 我数到三的时候 如果你是我所说的人 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 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 我真的希望你勇敢地举起神来 这会你人生好消息的开始 我数到三 你要把手举起来 我要邀请我中间所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我数到三 勇敢地把手举起来 一 二 三 把手举起来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谢谢主我看见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们拍手来鼓励他们好不好 曾经我们也是这样举起手来相信耶稣的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前面后面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勇敢地把手举起来 让我们能看见好吗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再一次举起手来 让我们看见好吗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好 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祂是我的救主 从现在开始 我宣告 耶稣基督 是我人生的救主 我生命的好消息 源头是耶稣 源头是基督 从现在开始 我的人生 开始要有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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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今天早上开始 就从今天早上开始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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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各位先生